很尊重挺感谢这个舞台的吧 然后我想这次在这个舞台上 讲一些我非常发自内心的 比较感触的事情 对 是关于我最亲的一个亲人 读稿会的时候我就很失控嘛 就哭得不行 就有点太触碰内心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话语 可以去安慰他吧 我觉得就陪着他就好了吧 这把那个绝对不是两天之内 能写出来的 做的都非常好 好报了 斯文今天真正 说了心里话了算是 前那些期我觉得我就是不欣赏他 我觉得他那些就是不搞笑 但今天确实让我开始笑了 就是他如果知道 他的事情被很多人知道 而且很多人会因为他笑的话 我觉得他会非常非常开心吧 所以还是有一些 情感上的寄托吧 对我来说 我还是觉得 能进半绝赛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对这一期节目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句号 主要是觉得你忙了这么多期 如果说没有什么成果的话 你会觉得有点失落 我觉得那次 读稿会的 哭完之后 好像就是释放了很多 享受这个表演吧 就把这个东西 讲得好笑一点吧 我们欢迎 大家好我是斯文 大家好我是斯文 今天到达了孤独啊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小时候的一些事 就我小的时候 其实家条件还可以 当时我们家呢 装了全市第一批座机电话 就久几年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啊 我们家周围亲戚朋友 就根本没有接过电话 哇 我们家人特别自豪 天天在家把玩那个电话 拿起来放下 拿起来放下 就实在不知道能打给谁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妈在广东做生意 经常给家里寄了一些 那个新潮的东西 比如什么音响呀 随身听啊 有段时间呢 还寄回来几罐咖啡 但那个咖啡寄回来了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喝 就在柜子里面放了一年多 然后有一天突然之间 我姥姥把那个咖啡拿出来 我姥姥自传人吗 看着咖啡就说 那个咖啡都要过期了 明天多给我喝咖啡 但是没有人愿意喝咖啡 你懂吧 然后我姥姥只能自己喝 从那天开始 每天早上 我姥姥会拿一个绿色的糖瓷碗 哇 充满满一碗咖啡啊 又苦又浓 抱着那个碗倒吸一口凉紧 你妈妈一天 买了些东西浪费钱 一饮而尽 然后那段时间 我经常看到一些 很诡异的画面 就是我姥姥坐在那 面前放了两根油条 和一碗咖啡 你就看她满脸痛苦 把那个油条往咖啡里面撕啊 一边撕一边说 我老天爷哟 那不让我受那个养嘴吗 我还劝她 我说你不喜欢喝咖啡 你就不要喝 亲戚朋友来给他们喝 你不懂 这个咖啡好鬼哟 给他们活都是浪费 你知道后来一段时间 我姥姥生病了 然后医生给她开了一些中药 我姥姥当时端着那个中药 还要尝一口呢 那个中药味道还怪好 比那个咖啡好糊涂了 两罐咖啡 我姥姥整整喝了一个多月 每天都非常痛苦 就这 她出去还要给别人炫耀 我女儿买了个咖啡 好哦 哼了好有精神 干活好有理气 好 结果我妈一回家 看我姥姥天天 给别人炫耀咖啡 我妈说 妈你这么喜欢咖啡 再给你寄几罐 不要了不要了 我浪费钱 我说 给你买啥都说浪费钱 最后还不是用得很开心 这个咖啡是真的不要了 女儿哦 妈妈累一辈子吃了好多苦 都没有那个咖啡 我妈说你懂啥 人家外国人天天喝咖啡 我姥姥教育我 问问啊 听到没得好好学习 外国人为啥子 生活国里好 都是因为冷吃苦 我觉得我姥姥这个人 可能从来都没有感觉过 什么是孤独 因为她不管随时随地 也可以跟所有人聊天 因为有一次 我们坐出车的时候 我姥姥坐在前排 她就开始跟司机攀谈 她说 小伙子 你们这个工作好哦 司机说 还行 好 一年司机都可以吹空跳 你知道很多老年人啊 到老了之后 都会觉得很孤单 很寂寞 然后特别希望儿女 都回来陪陪自己 但我姥姥从来不 她特别喜欢到大城市 来跟我们一起住 然后我姥姥特别喜欢 大城市的一切 热闹的东西 但她有时候呢 对大城市的这些东西 也不太理解 大家生活方式 她都想不太明白 就有一次在大街上 她就问我 那么多人排队是龙啥 我说那星巴克 排队买咖啡呢 我姥姥的地方 我姥姥到最后 她还在香港 我小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姥姥有种很神奇的能力 她可以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 跟所有人交流 她刚到香港没有几天 她就知道了那个小区所有的八卦 每天在电梯里面跟我小姨八卦 说哎呀 谁家的女儿又离婚了 谁家的儿子又坐牢了 我小姨回家就跟她说 你在电梯里面那么多人 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大声 我姥姥说 拉帕傻 他们又听不动 我姥姥在香港呢 还交了很多国外的好朋友 我记得她关系最好的 是一个印尼老太太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 我看她桌子上有张照片 上面是四个老太太的合影 我姥姥还比了个耶 我一看照片后面写了一行字 她说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感叹号 这个是我姥姥写的 底下还有一行英文 I don't think so 我有时候就问她 我说你 就是你看别的老人 都喜欢在老家待着嘛 我说我姥姥也不在了 你一个人在香港 你不觉得寂寞吗 她说 哎呦我在香港好开心哦 香港那么多老头 我说你每天生活也太开心了 你那生活就没有烦恼嘛 她说 呦 每一次一回老家 他们都生活是个华侨 好烦哦 我觉得我姥姥在的地方呢 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但是去年她去世了 享年91岁 就是 我一直很想在脱口秀里面 讲讲我姥姥的故事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她是一个建筑工人 每次工地下雨的时候 她就在屋里面 跟她的工友们 讲故事说笑话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然后姥姥会拿个帽子 挺晚了给钱 我觉得我姥姥 真的是中国初代 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我今天 能站在这里讲脱口秀 完全是因为 我姥姥的遗传 她真的比我好笑太多了 可能是因为性格的原因 我姥姥可能这辈子 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 当她走了之后 我们都非常孤独 所以我想跟我姥姥说 我们都很想你 怨天堂里没有咖啡 谢谢大家 好 喜欢斯文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就愿意讲这个 就不难确实 听投票 斯文身上不容易的事 不止这一件 这两年经历了很多 不顺利的事 也挺艰难 不 我好有感触 我听这段 因为我也是 我是跟我姥姥一起长大的 从小没跟我父母身边 所以听她讲姥姥的故事 就是想起老一代人 就是这么过的日子 她的那种关心 就是通过 老一辈怎么传给她的 她就怎么传给儿孙辈 然后只有跟 各位人在一起长大的人 才能够体会到 所以好笑的同时 也能想起 我小时候来很多东西 非常 非常有同感 谢谢老师 听完觉得很温馨 是的 我们都能记住 你一个很快乐 性格很好 然后口才又很好 又很幽默的姥姥 要特别感谢你 能把周围的一切 都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点很棒 其实今天我来的时候 压力还蛮大的 就是我觉得讲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比较重 就是我怕我讲不好 或者怎样的 但我刚刚上台之前 我一直在说 我说姥姥 我要带你当明星 我觉得她应该很开心 所以我 应该还蛮开心的 好 那我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四伯爷 谢谢 拜拜 拜拜 挺紧张的 我特别怕她讲不好 拜拜 我以前很鄙视那种 在台上战情的人 我就特别特别讨厌这种 然后我甚至会觉得 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有人会对着摄像机 就能哭出来 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就是因为我今天讲的乱 其实80%都是真事儿 真实的东西 就是你会不由自主地 我会有感染力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而斯文这一段 也挺感慨的 就是脱口秀呢 大家听多了也会发现 它肯定不是一个就 纯 逗大家笑啊 还是什么 我觉得斯文今天最打动我的 就是真 就是他这个 对 就是这个感情也好 他想 他对他搞搞的爱也好吧 今天这也还是他一个生活当中 而且给他深有体会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他今天终于脱离了一个 独立女性的这么一个视角 对 角色 他写家庭温馨的东西 嗯 我其实觉得脱口月圆很不容易 就是其实讲自己的事情 是很有 是要有很多勇气的 而且一个人 其实你能讲的事儿 只有那么多 但是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观众不停地对你有期待 不停地对你有期待 但你不知道 拿什么新鲜的东西 来让大家觉得 我可以更好 这种压力 而且他们每周 这么不停地输出稿件 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太棒了 嗯 很坦的 这个我深有同感 嗯 因为我最近发了新专辑 不容易啊 唱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说这段怎么迅速地融入了 对对对 不就是来宣传吗 专辑名字叫什么 哦 炼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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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个题集非常的生硬 是吧 对 但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新的新专辑炼金术 多多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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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刚刚觉得斯文的表演怎么样 我觉得他很感人 对 他最后讲的那个 他是带着他姥姥来成为明星 哇这个我听了我都 啊 害怕的是什么事 对啊 这是什么反应 来了吗 哈哈哈哈 那其实真的蛮感人的 对 我刚刚听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没拍灯 我就忘了这个事了 我就一直在忍着 因为你你你这个东西 它不是已经脱离了好笑的那个东西 它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对对对 你会想到自己自己的很多事情 真不容易 但是我 但是我觉得他 中间那个最好笑 最感动我 然后也是一旦突然拍下去的那一下 嗯 就是 那个 那个 不要吵 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 哦 就是那个 他说到了 星巴克 对对对 然后那姥姥说 是什么人排队 就是干嘛 咖啡 啊 他那个啊 仿佛就是他姥姥的附身 你知道吗 就觉得 哇 你的表达方式好特别 哦 如果他这个 其实他这个咖啡的这个梗 一贯穿到底 用的都特别恰当 对 对 斯文不容易 一直在贫富的情绪 完成这段表演 因为 确实很难 脱口秀演员 因为要带给人快乐嘛 要把这种很沉重的 大家真的很伤感的事情 拿到舞台上来说 是突破很多的 也非常感谢斯文 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 让我们来看一下斯文最终的得票情况 哦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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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